今天我分享一下如何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纯正粪肥的好办法 首先去你们那边当地生意最好的融资店去拉一袋 一般来说他们有一袋就是一百斤左右 一百斤左右的话是三十五或四十五吧 也就是说一斤毛钱不到 然后那种融资店的粪肥 会闻到很明显的牛羊粪肥的味道 菜籽是半腐蜀的 因为如果给果农菜籽料的话 他们是不需要全部腐蜀的话 是在露天环境 而我们直接拿来种花 很容易掃描 然后我们就拉回家之后 直接把它密封好 放在家里角落里 密封个四五个月五六个月 它就彻底腐熟了 然后就没有什么味道 像我这个 现在已经没有异味了 用来种花种菜非常好用 特别是这种阳台 而且我在种这间 有先试用过一些花之后 确定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已经开始在用了 非常省钱 而且比网上用什么 一斤不到一块钱的那种缴获好多了 所以这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 效果同样猛的就是这个产充花 也是有今年你换盆换了一次 就在九月份的时候换了一次 然后就趁趁长快 这家花有点肥大 比普通产充花还大多 所以效果是真的好 像这个辣椒是鹅谷辣椒 辣椒 很独爱的辣椒 然后我就在今年七月份 七八月份的时候 开始就有给它换了那个 一点土 然后加一点肥料 就是那个氛肥 然后最近就开始长脖子了 像这一批太阳花式 我先要这些氛肥 先要发现那效果很好 就长得很猛 然后一下长得很光 那我之前我就放心了 然后就开始用辣椒辣椒